你身边有80多岁高龄的老人吗? 如果有的话,他们在干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你80多岁的时候应该在干什么? 遛鸟,打太极,还是泡茶? 你一定有很多想法,但是你一定不会相信有人在87岁的时候 还举着一把墨西纳干在战场上狙杀敌人 但是看上去如此天方夜谭的事情,它就是实打实地发生了 这个老头名字叫做莫洛佐夫 他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最年长的红军士兵和狙击手 并且和其他普通的狙击手不一样 死在莫洛佐夫的枪下的几乎全都是德国的军官 恼羞成怒的德国人不止一次地想要弄死莫洛佐夫 但是直到莫洛佐夫离开战场,他们也没有得手 而眼前的军官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也着实有些头疼 他已经是第三次看到这个老头了 前两次他都是用糖色的办法让老头回家了 可是这一次老头的态度十分地明确 他就是要去参军,谁来说都不好使 并且扬言说道,如果这一次继续有人阻止他上前线 那么他将会给斯大林写信 对于这句话,这个负责征兵的军官说实话有点招架不住了 你要说这老头上前线不符合规定吧 规定里头也写了 如果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前线,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但是如果说让他去吧,87岁,这么大年龄了 去那边,到底是他作为志愿者帮助其他士兵 还是其他士兵照顾他这个老头呢 就在这个军官头疼的时候,他们的政委来视察了 军官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眼前的军官 可是当听到这个老人的名字的时候,军官有些不自然了 莫洛佐夫,不会是那个革命家莫洛佐夫吧 如果真的是那个人的话 就算是斯大林亲自过来,也得给他三分薄面啊 毕竟以强硬的手段清除了所有障碍的斯大林 唯一敬仰的,就是这个叫莫洛佐夫的老人了 甚至于莫洛佐夫关于基督教的一本七册著作 就在斯大林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放着 这个人能不惹还是不要惹了 最好是答应他的要求 让他上前线一趟,然后过一个月再找机会把他接回来 说干就干,于是满头白发一脸白胡子的莫洛佐夫 就这样出现在了前线的战壕里 用德国人的话说,这个人就像是俄罗斯版本的圣诞老人一样 可是对于这个圣诞老人,长官也是很头疼 让他打仗,这是一个名人 死了伤了自己担待不起 不让他打仗,这老头是斯大林都敬佩的人 于是思来想去,他决定让这个老头自己决定 作为一个自信满满的人,莫洛佐夫说自己要做一个狙击手 可是在试枪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莫洛佐夫的第一枪就打歪了 而这下,终于让指挥官找到了机会 他以莫洛佐夫的枪法不好的理由 把莫洛佐夫派到了一个普通的小队里 并且专门分配一个士兵来照看莫洛佐夫 对于这样的待遇,莫洛佐夫有些不满 但是他也没办法说什么 自己那一枪确实打歪了 对于其他士兵来说,这个老头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在咱们的眼中,这个老头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庸庸碌碌地过了一生 在自己竟想死去的时候 希望可以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死去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莫洛佐夫的一生 可比他们想象中的要精彩得多 他曾经作为一名革命家 奏画过推翻沙鹅的革命 刺杀过沙皇 也是一名涉猎范围极其广阔的学者 化学、物理、天文、数学 他无所不知 他的朋友中有马克思·列宁这样的巨博 自己还是苏联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可是不管其他人怎么看自己 莫洛佐夫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 他来这里一共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参军报国 而另一个目标 则是希望可以找回自己邻居的孩子 他从小看着那个男孩长大 就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但是就在这个莫洛佐夫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他就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那个孩子所在的小队 在德国人那次袭击中几乎全军覆没 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士兵 也已经被送往了后方的战地医院 可惜的是 这个士兵并不是他要找的人 第二个目标或许是难以实现了 可是第一个目标还在 虽然上级命令一个士兵看着莫洛佐夫 但是对于莫洛佐夫自己来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服从命令的人 不然他也不会去搞什么革命了 于是就在第一次的军事行动中 他根本没有听从上级的命令 跟在队伍后面 而是一个人带着枪 敲咪咪地摸到了德国人的附近 而那些正在架设迫击炮的德国人 一点都没有发现 虽然是这样 但是莫洛佐夫的队友们 依然吓得魂飞魄散 这个祖宗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呢 这责任谁都担待不起啊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只能从望远镜里 看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点点地挪动自己的身体 他们不敢去喊 原因只有一个 如果他们喊出来了 那么德国人极有可能发现莫洛佐夫的踪迹 这样的话他将会更加危险 可是莫洛佐夫却丝毫没有感觉 他拿出自己的气压剂 看了看这里的气压 然后一枪打出 一名德国士兵应声而倒 在望远镜中紧张地看着莫洛佐夫的军官们 当时就震惊了 这明明就是一个神枪手啊 可是这个神枪手 在击毙了一名敌人之后 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 虽然敌人的子弹不断地落在他的身边 可是他却丝毫不慌 趁着敌人射击的空档 他瞄准了敌人的弹药箱 然后一枪命中 火焰腾空而起 众人只听到了一声爆炸的声音 可是在看过去的时候 莫洛佐夫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他们以为莫洛佐夫在这场爆炸中死去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莫洛佐夫居然在他们的身边出现了 可是就在所有人的欢呼 以为他们立下了大功劳的时候 一边的上级却下达了最新的命令 他们要把莫洛佐夫调往大后方 这与其说是对他不遵守命令的惩罚 更不如说是对这个上了年纪的士兵的保护 可是下一批回去的士兵 毕竟还要过一段时间 而莫洛佐夫也被分配到了战地医院去帮忙 那里毕竟还是会安全一些 就在那些军官以为自己终于要把这个祖宗请回去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这天晚上 一个正在放哨的士兵没有注意 被几个从黑夜里窜出来的德国士兵给抓住了 不过他的挣扎引起了另外一名哨兵的注意 清脆的枪声在黑夜里格外的刺耳 可是天太黑了 那个士兵并没有打中德国人 反而是被德国人击中了 但是这声枪响引起了莫洛佐夫的注意 他本来就在附近 看到这样的情况自然是赶了过来 一枪两枪三枪 三个德国士兵尽数倒下 不同的是 而剩下的一个却是重伤 赶来的苏军很快俘虏了这个受伤的德国人 用莫洛佐夫的话来说 他攻击的这个位置几乎是最好的位置 既可以让人失去战斗力 又不是一个致命伤 而这就是他当年在监狱中服刑的时候 学会的东西之一 毕竟他在无聊的时候什么书都有涉猎 关于医学自然是不在话下 上集看着这个受伤的俘虏很是高兴 毕竟有了这个俘虏 他们就可以敲出不少关于德国人的情报 而如果有了这些情报 他们就不用这么被动了 唯一遗憾的是 他们这里没有会得语的人 就在他们准备把这个俘虏 送回后方的大本营的时候 莫洛佐夫出生了 他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 毕竟自己也会一点得语 如果是莫洛佐夫只是会一点的话 只能说是他太谦虚了 在一番劝解之后 这个俘虏明显已经不想抵抗了 可是对于这个俘虏来说 日内瓦公约或许是他最后的倔强 但是对于这个最后的障碍 莫洛佐夫只说了一句话 和你们德国人比起来 或许我们这点错误 并不能算作错误 听了这句话的俘虏 二话没说 就把自己知道的 德国机枪火力点的位置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亲眼目睹了莫洛佐夫 从敌人嘴里掏出情报之后 上级明显对这个人更加好奇了 他询问莫洛佐夫 他到底会多少语言 莫洛佐夫笑了笑 其实也没多少 大概就十几种吧 而这次的事件之后 上级找到了一个 最适合莫洛佐夫的位置 狙击教官 莫洛佐夫把关于狙击的科学 一点点地交给了那些士兵 而有了莫洛佐夫的教导之后 这些原本普通的士兵 渐渐地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德国人的火力可能十分地强大 排击炮弹不停地落下 但是有了莫洛佐夫的狙击小队 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即使用了强大火力的德国人 也只能认怂撤退 莫洛佐夫的名气 很快就传了出去 所有人都知道了 苏联的士兵里 出了一个白发狙神 经过他的教导 像闻到了腥味的苍蝇一样跑了过来 但是对于这些记者 莫洛佐夫并没有预想中的慷慨 反而是阐述了一番 自己对于战争的理解 好端端的一个鼓舞士气的采访 就这样成为了一次反战宣讲 能做到这样的 或许也只有莫洛佐夫了 不过莫洛佐夫即使教导得再好 他的学生们 也只是学了没多久的矛头小子 根本没有一个狙击手应该有的沉淀 这天早上 因为他们不想等待 去树林里徐罗的莫洛佐夫 自己就先一步出发了 他们按照莫洛佐夫教他们的东西 轻易地就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情报 按照计划 这个时候他们就应该撤退了 但是其中一个人偏偏手痒 认为自己这个位置是安全的 所以向着德军就开了一枪 可是紧接着 又是一声枪响 这不是苏联的枪响 而是德国的狙击手 通过刚刚的那一声枪响 德国的狙击手瞬间就判断出了 那个苏联狙击手的位置 就这样 这个士兵因为自己的鲁莽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是对于这个结果 另一边的一名德国狙击手 却十分的生气 他早就从自己的望远镜里 看到了这两个苏联的狙击手 可是他没有攻击 因为他想放长线钓大鱼 把莫洛佐夫引出来 可是另一边隐藏的狙击手 却破坏了他的计划 更可惜的是 他们居然还没有把剩下的那个人也打死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当然他有资格生气 因为他不是一名普通的狙击手 是德国人为了对付莫洛佐夫 特意钓过来的狙神 文斯伯格 在文斯伯格的眼里 受惊的莫洛佐夫 应该不会继续到这里来了 可是他错了 他的弟子被打死 莫洛佐夫没有理由继续归缩在那里 他甚至到这里的时间 比德国人还要早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战友报仇 在莫洛佐夫精心设计的激光下 德国的狙击手接连死去 莫洛佐夫以为这一切 应该不会有人知道 可是偏偏这个场景 全都落在了文斯伯格的眼里 而他已经举起了自己手里的枪 渐渐地瞄准了这个正在撤退的狙击小队 就在他准备抠下扳机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转头望去 一头狼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虽然文斯伯格凭借自己的杀气 吓退了狼 可是瞄准敬意的狙击小队 已经不见踪影了 而对于莫洛佐夫来说 今天最让他高兴的 并不是自己击杀了几个德国狙击手 而是那个他想要找到的小孩回来了 那个孩子在遭遇德国袭击之前 就已经掉队了 所以他侥幸活了下来 可是就在第二天 他们遇到了一个噩耗 德国人包围了他们 而他们如果想要突围 是相当困难的 不过在德国只会步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一个人却有些格格不入 那就是文斯伯格 他试图说服自己的上级 不要小看莫洛佐夫 可是上级却以为他是在胡说 一群散兵游泳 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可是就在第二天进攻之前 两个苏联士兵叛逃了 而究析原因也很简单 他们不想死 而德国人的进攻也很快就到了 奇怪的是 他们预想中的苏联的枪林弹雨 并没有袭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奇怪的机器 和一群捂着耳朵的士兵 可是当他们靠近了之后 那个机器却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而只要在这个机器笼罩的范围之内 德国人几乎都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而这正是莫洛佐夫制作的声波武器 不过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商议之后 苏联人在那个孩子的指引下准备撤退 而为了保护莫洛佐夫 一个士兵偷了他的帽子 冒充他去和文斯伯格决战了 可即使他拼上了自己的性命 也没有杀死这个德国狙击手 而就在撤退的路上 莫洛佐夫倒下了 如今他已经88岁了 身体自然是难以承受 这样高负荷的运转 在一夜的跋涉之后 他们找到了一个小村子 这里的村民十分的热情 给了他们不少的酒和食物 而以为是遇到了友军的士兵们 也没有多疑 就这样吃吃喝喝 一天就过去了 而这天晚上 借着酒劲 一名士兵还给莫洛佐夫 吃了一些草药 据说这对于病情是有好处的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一个士兵醒来了 他想出门活动活动 可是一出门 他却被早已守候在门外的 德国士兵打倒了 那个所谓的村民 根本就是奸细 给他们吃的喝的 就是让他们放松警惕 喝得醉醺醺的 自己好下手 事实证明 这些苏联士兵确实上当了 在两个叛徒的指认下 除了在另一个屋子里的莫洛佐夫 所有的苏联士兵都被俘虏 关在了地窖里 两个叛徒也忍不住了 他们夺下了德国人的手枪 然后开始了自己的战斗 那些在地窖中的俘虏们 也借过了一个老人送来的斧子 破门而出 和这些德国人站成一团 幸运的是 在吃了草药之后 莫洛佐夫已经醒了过来 而在莫洛佐夫的帮助下 他们几乎全见了那些德国士兵 除了文斯伯格 他藏在一个钟楼上 而在队友的掩护下 莫洛佐夫也进入了钟楼 可是此刻 文斯伯格居高临下 莫洛佐夫一点优势也没有 他们不断地嘲讽对方 希望可以使对方露出破绽 可是一个是精英狙击手 一个是传奇的革命家 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被影响的 终于 莫洛佐夫想到了 妻子在林出发的时候 交给他的那个铃铛 而有了这个东西 他就有了自己的主意 他一边和文斯伯格说话 一边向着门口移动 而当他到了门口的时候 一把将自己的铃铛扔了出去 而这果然引起了文斯伯格的注意 而莫洛佐夫趁着这个机会 一枪击中了钟楼上 那根吊着大钟的绳子 或许文斯伯格到死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一口大钟终结了生命 而在这场战役之后 斯大林下达了命令 把莫洛佐夫调回了后方 四年后 这位传奇的老爷子 驾赫西去 享年92岁 而在他去世的前一天 他依旧在专心致志地 研究自己的发明 或许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阻止莫洛佐夫的传奇生涯